要尝试一种新的做法 在这个曲奇面团里面 加入一些抹茶味的白巧克力 但是我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抹茶粉不够了 只剩下一点点 而且我家附近所有的超市 都找不到抹茶粉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布朗尼也是用 类似的方法做出来的嘛 就是把黄油和巧克力 先融在一起 然后再和面粉什么混 然后布朗尼 布朗尼 和曲奇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要把这个 小心的用微波炉给它融化了 我现在做这个抹茶曲奇 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晚上要去见一个朋友 是的 我真的有朋友 这个朋友可以说 是我最好的朋友 至少是我认识时间最长 一直还保持联系的朋友 我们俩已经认识了16年 快17年了 但我们俩见的不是很频繁 或者说是很不频繁 因为我原来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只有假期回来才我和他见面 一年就见个两三次 然后我彻底毕业回国之后 一年就见个一次吧 然后今年一次都还没有见 我们就是这样的朋友 说的更具体一点 就是我们俩刚才在讨论 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因为他那附近饭馆还挺多的 就是各种选择 然后他就让我决定 还说什么 咱俩怎么能吃螺蛇粉吧 然后我就说 要不咱俩做吃螺蛇粉吧 所以我们就是那种一年都不见一次 一见就约螺蛇粉的朋友 这个巧克力感觉不太行 我的黄油都已经彻底化了 它还没有开始化 怎么我融化其他的巧克力 看起来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难道德福和好食一样都是假的巧克力吗 我知道了 这个巧克力里面有一点那种白色的小颗粒 那个是没法溶解的 今天做的这个曲奇 是我通常会做的配方的一半 所以只用半个鸡蛋就可以了 但是我还打算给他加一个奶酥馅 那个里面也需要鸡蛋 所以这一整个鸡蛋 打完之后我会分成两部 这个抹茶巧克力还挺甜的 所以今天面团里面的糖量就要减少一些 这么看起来这个色还是很正的嘛 这个面团也是要先放到冰箱里冷藏一段时间 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做奶酥馅了 奶酥馅的黄油不用融化 只要室温让它软化 比较好操作就可以了 接着和糖混在一起 疯狂搅打 加一点点香草精 奶粉加进来之后继续疯狂搅打 幸亏我穿的是白裤子 这个也是拌匀了之后先冷藏一下 一会会好操作一些 我现在已经把面团和馅都分成等份了 就只要把它包起来 这可能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 你要怎么把它包起来呢 我感觉我一包它就漏了 好吧我只能接受这是一个奶酥外露的摩擦取体 要不要用包饺子的方法来包它呢 完全不行 结果就是最后没有一个成功把馅完整的包进去的 这一个个 瞧瞧这一个个都跟小恐龙蛋似的 这个抹茶味的东西 我刚买的这个 这是应该叫阔香吗 还是 反正就是放在厕所里 让它闻起来香香的东西 终于到了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抹茶拿铁味的 而且它的味道 还挺浓郁的 所以我现在站在厨房里 我也不知道我闻到的是 我烤的抹茶曲奇的味道 还是这个厕所扩香的味道 它里面长这个样子 有点像个蜡烛 但是胶质的 天哪 烤完之后更像恐龙蛋了 而且是那种恐龙蛋化石 因为这个奶酥爆裂出来之后 在上面形成了一层像白霜一样的东西 看尤其是这颗 但是闻起来好香啊 一批恐龙蛋化石 一批被踩过的恐龙蛋化石 我现在把它们转移到这个 空气闸的架子上面来冷却一下 看着这些小表辈们 我只能庆幸今天约的是晚饭 希望那家螺丝粉店的光线 就像我的内心一样阴暗 这个画面怎么突然变亮了 我们俩点了129块钱了 他点了128的柳州螺丝粉 剩下都是我的 你觉得这很好看是吗 挺好看的 我的酸笋 这是我的最爱 你尝一下吧 我要录你的反应 你就是小斑鼠 这就是我的烘焙实验 这我第一回做 那我掰一下 那你掰一下 不要剂量太大 这还吃不死 对 我里面放了奶酥夹心 如何 好好吃 甜度 口感 什么的 形容一下好吗 我觉得就是可以吃出来 奶酥和抹茶的味道 然后也转转 也没有很甜 行吧 我真的不能指望你能说出点什么来了 直接拿起来 对了 还有这个 一样都不能少 我点到了今天剩的最后一份和粉 的老油粉 我们俩刚才聊着聊着 谁都想不起来上次见面什么时候了 所以我们俩可能不止一年多没见 可能两年都没有见过了 好了 我们终于想起来上次见面什么时候了 上次就是去年8月份拍那个甜点视频的那天 工具人 对 工具人 请他和另外一个朋友来帮我吃蛋糕 所以是一年多没有见不是两年 拍不到你 我觉得还是状元豆腐好吃 有奶盖 好美 朋友们今天又是激动人心的一天 看到我眼中的兴奋与期待了吗 因为今天一会我就要出门进行配速训练了 看我的胡萝卜小卡子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But keep your enemies closer 我今天在配速训练是10个400米 全力以赴 以3000米的速度跑 然后中间有90秒的休息 听起来 也是那么的令人跃跃欲试呢 等了一个半月的这个鞋终于到了 超级轻 轻到我都不觉得我在穿鞋 那么现在就让我穿着新鞋和新背心 来迎接一会儿的 苦难与折磨吧 我从我家慢跑到望京东这边就算是热过身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发现我的前两个总是会控制不好配速 起跑太快了 然后就坚持不下去 起跑太快了 要是会两个 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啊 啊 终于完成了 我现在也要去慢跑一会儿 逐渐的把心率降下来 阳光太好了 你知道这种 400米的尖心先训练 每一个400米的最后100米 你的身体都在拼命告诉你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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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跑下去了 那小孩跑到这边 给大家推荐个店 昨天不是去吃螺蛇粉了吗 但我觉得 旺京这边的这家店更好吃一些 就是他们家 生料王 他们家不光有螺蛇粉 老油粉 桂林米粉 还有生料粉 都特别好吃 但是他们家最好吃的 老油炒河粉 不过那个店特别小 你们就三四张桌子 所以我一般都点外卖 回家喽 我这回虽然戴了家蓉的手套 但孩子觉得好冷啊 啊 哈哈哈哈哈哈 终于完成了我的第二次 间歇性配速训练 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 是我完成了训练 还是训练了结了我 但是跟第一次比 还是有进步的 就是感觉完成下来 没有那次那么困难 我第一次做完这种配速训练之后 整个人费了两天 其实也不是这个过程变简单了 就是每组的那400米 还是很难 那个一点都不简单 但是把这整套十组坚持下来 变得简单一点了 上次我做这个时候 我记得到第四组 我就想放弃了 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这回到了第六组才想要放弃 不过这就对了 如果这个过程中 你没有难受到想要放弃的话 就说明还不够难 因为这种训练的目的 就是为了刺激你的VO2max 你的最大摄氧量 VO2max就是一个有氧代谢指标 它衡量的就是 人体在进行最大强度运动时 能摄入的氧气含量 这个和你的年龄性别 天生的红细胞数量 包括人种 还有你的肌肉 有多么适应这个运动都有关系 对那些顶尖的 肯尼亚 SFVR的长距离运动员 他们本身就有基因优势 再加上他们那块又是高海拔 而且他们从小就上下学 都是跑步去的 所以那些运动员的VO2max都非常惊人 我之前做了一些功课 就是长跑训练大致分为三类 一个是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训练 另外一个叫做tempo run 是让你跑在你乳酸欲殖的地方 最后就是相当于是给你打一个耐力基础的那种长距离 那个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一些 这三种训练里面最难的就是今天这种配速训练 因为它几乎整个过程都是极其不舒适的 你会很想放弃 但你在做的就是突破自己现在的极限 创造新的配速上限 所以这个实际训练的时间可能只有二十几分钟 如果不算上每组之间的休息的话 但是这个完成下来会比你跑一个15公里 花一个多小时累很多 因为它在每组那个高间歇的段里 会需要你很大的功率输出 那个是非常损耗人的 所以这种训练每周最多做一到两次 我是只能做一次 然后还得歇三天 这段时间你就得让自己身体充分的恢复 也要给它足够的营养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想要突破自己现在的状态 一定不会是轻松的 至少不会一直都是轻松的 它一定会让你很不舒适 很难受 难受到让你想要放弃 如果你还不想放弃 就说明你还没有尽全力 如果你尽了全力还是不想放弃 那么你就可以放弃治疗了 那么这个视频到底就结束了 拜拜